夏威夷在Longstruck裡面 我買到了些什麼 好好推喔 搜查率真的很棒 劉幣才200多塊錢 嗚呼呼呼呼呼 你看 專門針對敏感皮膚 非常滋潤 歡迎回來凱文小的妹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的凱文小的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過年的時候去了夏威夷 在Longstruck裡面 我買到了些什麼 想要推薦大家一些什麼東西 好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這個 COVID-19這個新冠病毒呢 這一陣子真的是 讓大家非常的關心 可是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洗手是最重要的 要多多的洗手 好 趕快進入今天的影片了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我到了24小時的Longstruck 它是在夏威夷 Wakiki的這個海邊的商店街上面 有一間兩層樓的這個Longstruck 24小時一夜 所以你再怎麼玩 晚上睡不著 都可以到這裡來 那麼我這一次買到了些什麼呢 首先因為帛琉從2020年的1月 開始禁止了10種對於海洋珊瑚有害的 化學物質在防曬當中的添加 那麼夏威夷在接下來2021年的1月 也會開始跟進 所以在這段的過渡期間 你會看到就是在夏威夷的販賣防曬的產品中呢 增加了RiffSafe這樣子的字樣給大家 如果你不確定你手邊的防曬是不是海洋友善 會不會到這些海島國家會被禁止 甚至罰錢的話 最簡單的就是到了當地再去購買 都一定會符合這項規矩 Banana Boat他們家的這個系列的產品當中呢 它強調的是兩種有害的化學成分的不添加 那這一瓶是它的敏感型皮膚的臉部防曬產品 它塗起來我覺得它有保濕的感覺 然後呢有一點點像清爽版的這種乳液 它強調不含油脂 那你看塗開來的時候 它不像純物理性防曬那麼的白 或者是那麼的油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你可以把這樣子的防曬商品 當成白天的保濕乳 好再來呢就是這一瓶Dry Balance 它強調的是Dry and Free 但它更強調的是更清爽 更無負擔 哇好香的那個白香果的味道喔 它是全身可以用的SPF50 Plus 然後Sensitive的這個臉部的防曬 也是SPF50 Plus 好接著呢就進入到了這個彩妝的部分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Nyx的這一瓶毛孔殺手 無油打底膏 很多美妝KOL在化妝前都會用它來打底 那它強調的是喔 它是透過維他命E的成分 然後呢不含油或者是滑石粉的成分 擠出來有淡淡的膚色然後把它推開來 有沒有看到 我皮膚變...突然變得... 像修片一樣耶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 ELF呢 他們最近在美國非常的紅 尤其是在開架 這個是它新的液狀遮瑕 它的保濕力非常好 然後呢遮瑕力超好 滑下去有一點像奶油 它不會流動 然後呢把它推開來 它遮瑕力超強 很多KOL都直接拿它來當成這個 整個臉打底 或者是你在眼下要提大範圍的做這種 highlight或者是臉部的 輪廓的這種修飾的話 它非常好用 我買了三個顏色 它真的很像奶霜耶 而且好好推喔 超好推的 遮瑕力真的很棒 放在你這個斑點比較明顯的地方 拿來做斑點的遮瑕 是非常好用的 好 接下來是它了 來自COTY他們家的 AirSpawn的蜜粉 這一款蜜粉從1935年到現在 85年的歷史了 從來沒有改變過配方 它是第一款強調微米粒子的蜜粉 一直以來都會是在這個蜜粉的 銷售排行榜的前三名 它有透明的GD 然後它也有顏色的選擇 我現在選的是透明的這一款 它的遮瑕力 持續力 毛孔修飾力 控油力 非常的強大 你看它的蜜粉 超服貼的 這盒蜜粉這麼大一盒 台幣才兩百多塊錢 再來呢就是這個 Red and Wild 他們家呢有這個平價版的Mac支撐 我自己非常喜歡他們家的這一款眼影 幻彩閃耀Solo眼影 它這個全部是亮粉的 這個大亮粉 摸起來就是有點濕濕的 軟軟的 超亮的 超亮的 另外它有這個 也是眼影高質地的 是就是比較細一點點的亮粉 它會呈現的就是比較大面積的這種 shimmering的效果 我通常會建議就是說這個我們一般亞洲人就把它放在眼皮的中央 靠近雙眼皮的地方就好了 或者是呢你可以用這個大亮片的這一款 輕輕的點在黑眼珠的下方的地方 接下來這個我這次買的是它的全部的商品 Unicorn Glow 這個呢是Unicorn Glow的 它的品名叫做Color Squeeze Tint 所以就是大概唇釉的這種質地 這顏色都很漂亮 顯色度其實都非常漂亮 它其實就有點像染唇的效果 像染唇的效果 它同步也有推出這種閃亮的唇蜜 那麼這種閃亮的唇蜜其實你可以直接coating在你的嘴唇上面 是增加你的唇部的光澤 所以它其實本身沒有什麼顏色 這個也是你看 帶了一點點五彩的銀色 三個顏色其實差異非常非常的低 Nutra Gina 路德欽他們家的這個卸妝棉片 而且呢它的這個卸妝棉片 它採取的是獨立包裝 就是每一次使用就是一包 然後有些人你那個卸妝棉片 如果它不是罐妝的話 如果是那種撕 就是撕開來 然後一片一片取出來 很容易乾掉 沒有酒精味耶 它說能夠卸 我果然 從頭卸不掉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剛才手上這一堆好了 它對於粉底類的其實 卸除的動作還蠻好的 其實還蠻乾淨的 然後真的完全沒有酒精 那種熏熏的不舒服的感覺 只不過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敏感型的皮膚 我通常還是建議大家 卸妝棉是你 比如說真的不小心要改妝啦 或者是比較沒有時間的時候用 不要把它當成每一天來使用 因為畢竟敏感型或是正在敏感的皮膚 如果過度的摩擦 對你來講可能會比較 刺激度比較大一點 接著我們要看的是這個 來自Bliss的鋁箔 鋁箔面膜跟眼膜系列 Bliss呢這個品牌 它是來自紐約的一個SPA SPA中心 如果你有到台北的W飯店的話 他們用的備品就是來自Bliss的 先來看這個 Handover Fix的面膜 它的面膜是長 嗚呼呼呼呼呼 你看 這感覺是敷臉的時候也可以Party欸 這一款面膜裡面 它強調的是含有大量的天然的益生菌 益生菌 然後呢它可以達到鎖住水分 然後增加皮膚的這個自然的代謝 還有水梨的提取物 感覺敷著這個可以去夜店 好可愛喔 而且你看它的眼睛是星星 這樣子我就迫不及待要打開它的眼膜了 它的眼膜 它強調的是Depuff and Brightens 就是消水腫跟提亮眼圈 難怪它在這個Instagram上面很多人都PO 很可愛吧 還有就是這一個來自Golden Bond Golden Bond其實是全能霜跟護手霜的一個品牌 他們家有專門針對急乾燥乾燥皮膚 還有這種敏感皮膚 以及這種皮膚有濕的異味性皮膚 也所推出的一系列的這一個修護霜 那這一支呢 它是皮膚均裂的修護霜 它裡面含有了神經西安 喉喉髮油 蘆薈以及30%的凡士林成分 如果你常常會指緣 會裂 或者是有一些人 有些時候你的腳後跟會均裂 或者是到了冬天 你的關節的地方都特別容易會癢 這個呢就是專門針對這一些地方來設計的 所以它做的有點像牙膏 哇 它不好推耶 它會整個好像把你的皮膚封起來的感覺 封唇效果非常好 滋潤 非常滋潤 最後我們要來看這兩樣商品 一個是高跟鞋保護套 很多人的鞋跟這一塊都會壞掉 都翻掉 皮都會翻掉 那麼這一款呢它就是針對高跟鞋的鞋跟 它有分兩個size 一個是classic 一個是narrow 所以我要用narrow 細跟 你看 而且它其實增加了這個鞋跟後方的 這個底部的厚度 如果你在通勤你的通勤的路上常常會有很多石頭啦 磚啦 或者是有很多的細縫的這種 它其實有很好的保護的作用 然後最後這個呢就是罐裝飲料保護套 它可以保冰 然後你的手拿的時候又不會冰冰的不舒服 我有多買一份 把這三份送出去 那要怎麼樣拿到這個禮物 關注一下我的頻道 你們就會知道怎麼樣拿到這個禮物囉 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設定 全部提醒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其中的什麼東西 你最喜歡其中的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到美國的藥妝店 一定要買些什麼 記得跟我分享喔 凱文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你有學到一點點東西的話 別忘了點贊喔 而且你可以留言 我會知道你們更多的困擾 趕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吧 要快跟軟 brook 好